你根本不会去注意到的 可是一旦你要需要的时候 你才发现这个行业不可或缺 比方今天我说到一个行业 职业捞尸人 就是职业打捞尸体的人 这么前不久 今年3月9号 在四川成都 发生了一起挟尸要价的事件 让我们再次关注到了这一特点 同时也意识到 在这个行业内 有些线索问题 解决起来非常具备紧迫性 他们行业特殊 游走在距死亡最近的水面 他们索要高价 常常刺痛公众的神经 他们是职业捞尸人 等各地挟尸要价 频繁上演 等道德评判遭遇市场规则 我们又该如何客观看待 捞尸人的不尽人情 职业骑士 保险聚保 危险核断 尸体打捞 在骂马中求生存的特殊群体 他们又遇到了哪些难言之痛 又当如何摆脱 只有行规 没有法规的行业困局 2014年3月9日 在四川成都大异县 发生了一起坠核逆亡事件 年仅22岁的刘坤 不善坠核逆亡 但其父亲刘先生的噩梦 并未就此结束 因为不知该如何搜寻坠核的儿子 无奈之下 便求助了打捞公司 经双方商定 一天的打捞费 为8000元 如果找到尸体 费用还要再加一万 在得到刘先生同意后 打捞公司在第二天下午 找到了刘坤的尸体 可打捞队员此时 却将尸体绑在了桥墩上 声称需要红包来冲洗 双方因为打捞费的问题 一度发生争执 最终在围观群众的调节之下 刘先生付清了打捞费用 逆亡打捞事件 才宣告结束 大家看了刚才 可能有很多观众朋友很气愤 说这职业捞尸人太不像话了 你看尸体都捞上来了 绑到桥墩子上 向人家属要红包要什么的 不给就不往安身运 这不是发死人财吗 这多缺德啊 确实是你把尸首捞上来了 反而向上人加价 这确实有点这个要价 坐地起价的嫌疑 但是我们这个事情呢 你会发现 如果你要冷静分析一下 先避免一些绝对上的道德审判 你可能就发现这里边还有别的文章 那么他是把这尸体呢 说如果你不给我红包 我就不给你运上案 那么假如说 人家之前谈好了价 我没有再要红包 那算不算斜尸要价 人家说那也不像话 这一天就八千块钱 尸首捞上的还得加一万 这么坐地起价 这么宰人们趁人之危啊 那么如果事先 我们要把这个事约定好过来 恐怕你就第一不能说人 斜尸要价 第二不能说趁人之危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涉及一个道德问题 但是在经济领域 这个是合理的 而且最主要一点 我一说你就能明白 你看他要价一天八千 是尸体捞上了再一万 假如这活他不干 给你就给你这些钱 你干不干 你说我可害怕 再多是晦气我不干 那好 那既然这个行业 有它这么重要性 艰苦性 心理压力也大 社会评价也低 你还觉得晦气 那既然很少的人 从事这行业 他来干这个事 要这么高的价 他不合理吗 他就具备 他的稀缺性和合理性 我可能说到这 有的观众朋友说 老梁你这 没有爱心 没人性 你说这话 人家这个人都死了 你说你还怎么 我劝大家先冷静的考虑问题 你要想解决这个行业问题 你非得把它理得很清楚 你要是情绪冲动 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而且我说实在的 以前我看过不少有关 歇时要价的报道 往往媒体报道的时候 都具备很大的倾向性 就是有的根本不是歇时要价 人这个价是事先谈好的 不是说是捞起了尸首在跟你要 不是那个事先谈好的价 而且一般这个行动来讲 也是先谈价 可是这行业有很大的问题 就是比方说 他如果不把这钱要来 比方说这个尸体捞上来 你得先给我钱 如果你要没给我这钱 我把尸体拿上来 你想想家属一看着 这死亡的人 哎呦哭天抹乐 那就难受啊 那么这个时候 你如果再说你把那钱给我 别人就会认为你不近人情 你说人都这样 你还忙着要什么钱 而且有很多呢 逆亡的家属呢 这些人没多少钱 突然间你这笔钱 他也拿不出来 所以如果不事先把这些都谈好了 还有可能面临打不清的官司 你要找人要钱 旁边人说你这缺德呢 人家家都死人了 你还这样 你干嘛呀 所以这个问题有时候容易被道德绑架 而忽略这里边的经济合约的问题 我说这个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也不同意 说你这也太冰冷了 这是张嘴钱 闭嘴是钱 那咱就没有人情了吗 如果你要是这个职业捞事人 他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内幕 这是一个特殊的行业 他们是一群特殊的人 他们经常处在舆论批评的风险蜡口 是过于见钱眼开 还是确有难言之隐 社会歧视 民间忌讳 危险水域 急定威胁 从传说中的胆识人 到现实中的入殓师 他们的工作 为何成了急缺的职业 又会遇到怎样的潜在威胁 一般这个职业捞事人有两类 一类是呢 比方说 你这某人的家属或者什么朋友 掉到水里头了 基本已经确定是上不来了 说怎么不得把尸体捞出来 中国人讲入土为安吗 所以找这个职业捞事人 你来来给我打捞上来 这是一种 第二种呢 是职业捞事人主动出击 他再容易出事的河流啊 什么险碳一带啊 他到河里找尸体 找上来之后呢 可能这尸体兜里边呢 就装着联系的地址 电话名片的 然后他根据这个 再找跟着尸体有关的人 可能他家属朋友正找着人的 一看你给捞上 那咱谈谈价吧 我们费这么大劲 你不能让我们白干的 所以这是第二类职业捞事人 咱们可能很多朋友呢 了解第一类的 不见得知道第二类的 有一个纪录片叫彼岸 就专门写这一类人 他写的是黄河石川镇 这一段 有这个人姓魏 大伙都管叫老魏 在纪录片彼岸中 最先在甘肃石川镇 从事尸体打捞的 是已经六十多岁的魏之前老人 后来因为小霞水电站的建设 他的捞尸生涯也告一段落 但是生活在水坝上游的另一对卫石父子 却因此开始了一段有偿捞尸的生意 水坝建成后 上游飘来的除了各类垃圾外 还有因各种原因而顺流飘下的尸体 魏石父子就常年再次打捞尸体 以赚取辛苦钱 为了能更快地找到家属 他们还会根据尸体的保存条件 而找寻归属线索 平常你根本不会去注意到 可是一旦你要需要的时候 你才发现这个行业不可或缺 比方今天我说到一个行业 职业捞尸人 就是职业打捞尸体的人 这么前不久 今年三月九号 在四川成都 发生了一起挟尸要下的事件 让我们再次关注到了这一特殊行业 同时也意识到 在这个行业内 有些线索问题解决起来 非常具备紧迫性 他们行业特殊 游走在距死亡最近的水面